這種事情真的就是知意行難 大家還是要盡量照顧身體啦! 前陣子來自英國的行為《未來學家威廉》 依照三千多位上班族樣本創造出的 1 比 1 人體模型 模擬人類在辦公室上班 20 年後的體態 雖然模型的外貌是由女性呈現 但工作對身體造成的傷害卻是不分性別 威廉表示,如果我們不改善目前的工作方式 大概在 2040 年,人類就會因為姿勢不良 造成永久性婆貝 久坐則是導致靜脈曲張 還有像是長時間盯著電腦 眼睛會變得異常乾燥 長期使用滑鼠導致手腕腫脹等等 具於改善的方法,有像是多啟程活動、調整辦公室設備 或縮短工時等等,讓大家有時間休息